新北市 台湾最大的城市 400万人口位居全国第一 更在2019年成为全台第一个SDGs永续发展城市 腹地辽阔的新北市是许多产业的重镇 便捷的交通系统 肩负着市民上下班 旧学 观光 物流等重责大任 为了提供市民有更好的道路养护品质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透过远端监控 智能化管理系统 以大数据管理模式来提升道路养护成效 成立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中心 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中心 以警政辩明 行动治理 智能管理 加值应用 透明治理为中心五大核心目标 以单一窗口及流程简化作为简证便明 以远端监控 行动办公室作为行动管理 Big Data及AI作为智能管理 以建构铺面管理系统 PMS 2.0 及防灾管理作为加值应用 提倡资讯公开 达成透明治理 建构一个虚拟云端智慧化道路管理中心 及时掌握道路施工及养护状况 提升整体道路养护成效 中心透过道路巡查车辆 导入人工智慧影像辨识技术与GPS的结合 在道路巡查时 针对路面进行铺面状况分析 及学习记录 并加装ERI系统 透过手机内的陀螺仪及加速度侦测仪 将车辆行驶振动状况记录分析 作为道路平坦数据来源 针对道路施工现场管理 目前针对重点路段施工 架设摄影机 将施工现场画面及时回传于系统 并针对辖内之所有道路工程 于施工前中后 配合APP将各阶段施工照片 上传至系统 透过APP将施工中所欲管线障碍 或其他单位潜埋等资讯回报备案 同时 配合监控组作业 每日针对施工案件之回传状况 进行追踪列管 如果发生道路管线之坍塌 或破管等道路或管线相关事件 初期权责单位至现场处置时 可透过APP直播功能将现场状况及时回传于系统 并透过监控组设备启动追踪作业 后续可配合需求架设及时摄影设备 确认施工细节 透过AR技术结合地下管线资料库 透过手机或平板相机功能 将地下管线立体模型投射于拍摄场景中 在道路施工前确认管线设计 以立现场抢修决策使用 另外 AR功能用于道路巡查坑洞回报 利用手机或平板将所遇到的道路破损状况 直接拍照后 结合所在位置资讯直接成案 用来提升查报管道的便利性 我们透过科技的方法 来做个远端的有效的管理 作为远端及时监控 施工的人员的安全品质 还有交通维持 常常因为一个简单的管线的施作 造成交通的阻塞 在第一时间要求现场去做一个调整 以交通安全跟交通顺畅为第一优先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从后分析之后的结果 来作为未来路面铺设优先的依据 通过这些的工具 远端的监控 能对于现场的失控状况 能够及时的掌握 尤其在灾害抢灾救险的时候 能在第一时间在府里面 跟现场能够做立即的指挥跟管理 新北市的行政区 涵盖了29个行政区 幅渊辽阔 整个新北市的人力跟资源 也都是有限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智慧道路管理中心 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目标 那第一个就是检政便利 那再来就是行动自己的一个概念 第三点就是需要能够创建一个智能的一个城市 透过新北市智慧道路管理中心的成立 打造2030新北市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 大家一起努力